今天我們實驗會用到的材料有 100歐姆的電阻 6顆 LED燈 6顆 一個直播開關 這個直播開關是在實驗5的材料包裡 還有一個7408 Endgate 這是我們今天實驗會用到的材料 好那這是我們今天的電路圖 首先我先講左邊這一塊 上面這個是一個直播開關 那直播開關長這個樣子 它在左上角的地方有寫個On 那代表說我們現在把開關拨到On的這一邊 代表兩端讓它接通 那如果把它開關拨到另外一邊的話 那這樣子代表兩邊是段路的 那現在我們拿出麵包板 我們的直播開關它一端是接到5V 所以我們把直播開關的一端接到 正電這邊也就是提供5V的這裡 然後另外一端是接一個電阻 然後接到LED燈 所以我們就先接一個電阻 這個電阻是避免電流過大 然後把後面的LED燈燒壞 然後最後接一個LED LED燈有講過是 長的角接到正 短的角接到負 所以我們把短的角插進接地這邊 然後長的角接到有電阻這一端 那接下來我們通電 通電之後因為現在開關是在 on的另外一邊 所以它是段路的 所以燈泡沒有發亮 那現在我們把開關打開 那LED燈就亮了 因為這時候它就是一個 形成一個通路 所以它這一段是5V 所以LED燈的這一段是5V 然後這一段是接地 我們前面講過說一個二極體 當它這一段是高壓 這一段是低壓的時候 它是順向偏壓就會導通 所以發光二極體它就會發亮 對所以這就是直播開關的部分 那接下來請同學就是完成這一整個電路圖 然後 直播開關會接到四個LED燈 這分別就是 A B C D 就是對應到直播開關的 一 二 三 四 然後另外一端 經過兩個end gate出來之後 這邊也接到兩個LED燈 那這邊分別是 Y 跟 Y Plum 然後接著請同學畫一張真指表 這支表這邊是寫輸入A B C D 也就是這四個A B C D 當直播開關 調到on的地方的時候 這邊就會接通 所以這個LED燈也會發亮 所以代表 如果這個接通的話 A就會是E 然後其他 其他三個也是相同原理 然後 Y 跟 Y Plum 就是記錄這兩個燈 這兩個LED燈 如果它發亮的話 就是記錄1 它是暗的的話 就是記錄0 那請同學 就是從 從0000寫到1111 然後分別記錄下 它的Y 跟 Y Plum 這就是今天的實驗 好感謝 好幾次 買手 2 2 3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